老婆每年给初恋扫墓 我也一直很大度 直到三年后 她初恋活着回国了 她抱着她像小猫一样的撒娇 别生气了 我还是爱你的 我仍然很大度 看老婆为难的样子 我主动提出离婚 她却指着我工作台上 与她容貌气氛相似的泥塑 让我替她多陪陪你 不好吗 我隐婚老婆在月光湖开民宿的第三年 有个长相帅气的男生来伴入主 她明明长了一张讨人喜欢的脸 柳如烟却在看到她的一刻变了脸色 她将她的身份证丢回去语气声音 满客 那男生捧着证件哭哭恳求 让我住一下 就一晚 我可以加钱 柳如烟却将鼠标一摔 目光已露出几分凶狠 你听不懂人话吗 这里不欢迎你 男生仿佛被吓到了 紧紧攥着行李把手满脸无措 柳如烟低骂了一声转身就走 男生站在前台尴尬至极 把求救的目光向我投过来 我也很诧异 今天还有几间空房 为什么柳如烟不让她住 开门做生意都是笑脸迎客 而且柳如烟从来都是随和大方 默认见过她发脾气 我怕客人差评 三两不敢过来拿起那张身份证 我来帮您办理 看到名字后我愣了一瞬 伊藤成 是很好听的名字 我记得柳如烟的初恋就叫伊藤成 四年前 柳如烟截然一身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宁静村落 她想开民宿 我比她早来一年做自己的民宿工作室 我们的院子只有一墙之隔 原本我们的来往不多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柳如烟在湖边埋下一只精致的木匣 她说 这是我初恋的东西 她应该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 我把她的东西埋在这 就当时她还在陪我 不然 我一个人永远被困在没有她的世界里 真的很孤独 我感觉心在急速下坠 好像有什么东西攥住我喉咙 好半天我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在当地人的传说里 在爱人坟墓边种一棵树 就能保佑你们再续前缘 湖边微风吹动柳如烟的秀法 我正正对上她的眼睛 她有很干净的一双眼睛 同仁是清澈透明的琥珀色 避如我记忆里的那个人 树栽起来了 慢慢的我和柳如烟从陌生人变成朋友 又从朋友变成夫妻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都很有默契地省略了恋爱的步骤 我知道柳如烟一直把初恋男友放在心上 几乎每天她都会去湖边散步 去看一看那个她亲手累气的坟墓 我从不抱怨 因为我心知肚明 活人是比不过死人的 但如果这个死人其实是活人的 从头到尾柳如烟也没有说过 她的前任是死掉了 一切不过是我在脑补 否则柳如烟的表现怎么会如此奇怪 一时之间我尽不知道 该不该替我那位名义上的老婆感到高兴 您的房间在301 可是一腾成却对我笑道 你可以带我参观一下吗 我觉得这里的装饰风格非常独特 我带一腾成参观了公共区域 民宿是柳如烟精心设计过的 院子古朴典雅 一砖一瓦都是她亲手布置 一腾成时不时停下来 发出赞叹的声音请我帮她拍照 看得出来她很喜欢这里 若有四无得的烟味顺着风送进来 我心里一跳 抬头上望 顶楼平台上闪过一抹黑色的声音 那是柳如烟 她站的位置可以把我们的行动看得一览无语 就是不知道 我的老婆是在看我还是在看她 我直觉是后者 因为她已经戒烟整整两年了 一腾成是个活泼热情的男生 她去附近的市场买菜 然后整个下午都泡在公共厨房 到晚上 长条餐桌上已经摆了四五道菜 色香味俱全 她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 一腾成热情地邀请住宿的客人食材 同时也来讨好我 你就是隔壁泥塑馆的老板吧 下午多谢你帮忙啊 听说你和柳老板是朋友 那你更应该尝一尝我做的菜了 短短几个小时 她既做饭又打听柳如烟近况 如果不是存了事在必得的心 又怎会如此努力 我饶有兴致地看她忙前忙后 柳如烟冷着脸从厨房经过 果然 一腾成笑着去拉她的衣角 柳老板 不尝尝我的手艺吗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薄和牛肉 还买了鲜花装点餐桌 柳如烟的目光扫过餐桌 很快抓住重点 你学会做饭了 一腾成露出得意的表情 是不是很厉害 我留学的时候吃不惯西餐 只能自己做 其实做饭也不算很难嘛 在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 他什么都能学会的 这段剖白听惹人恋爱的 然而柳如烟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就绕开她往外走 我不吃 一腾成追了两步 与其戴上哀求 我刚刚做饭的时候 不小心都烫到手了 这样你也不肯赏脸吗 柳如烟步子一停 一腾成顺势凑到他身边 纤细的食指微微蜷缩 果然有点红肿 柳如烟连看都没看 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烫伤啊 你可以找我老公找药 他手经常受伤 比你有经验 这句话无疑是晴天霹雳 一腾成身形一晃 眼圈放红 你结婚了 你怎么可以 我只是出国而已 你怎么可以不生不想去结婚 见一腾成伤心 柳如烟好像终于开心了 他居高临下地逆着他眼神戏血 一腾成 四年了 没什么人会留在原地等你的 哪怕是我也不会 一腾成双眼通红眼泪速速落下 柳如烟 你骗我 如果你不爱我 为什么在院子里 种满我喜欢的三角梅 为什么扎了我喜欢的藤条鞦韆 还有 为什么你的民宿取名跟我有关 柳如烟花了很多心思设计这间民宿 那会儿 他开玩笑说 以后我就在这养老 原来 柳如烟的每一分心思都有出处 这些破绽被初恋男友一一戳穿 柳如烟脸色一致 而一腾成越说越来劲 他就要得扬起下巴 再说 谁是你老公 你把他找出来给我看看 柳如烟冷笑 他的视线越过一腾成停在我身上 里面跃动的是一种 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 掺杂了抱负的快感与往事断绝的冲动 又有几分小孩子炫耀糖果的得意天真 柳如烟看着我说 老公快过来 我和柳如烟是女婚的 结婚证领得很随意 婚礼没办 情有不知 戒指没买 甚至连恋爱也没谈 我们彼此心知肚明 对方另有所爱 对外我们以朋友相称 对内我们也不住在一起 我们觉得这样的婚姻是彼此最舒服的状态 可是柳如烟打破了我和他的承诺 就在一腾成回到他身边的第七个小时 一腾成不敢置信的目光挪到我身上 打量着我洗得发白的白衬衫 他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救他 柳如烟 你就算是为了气我 便提示他 一先生 请你注意措辞 你这样好像不太礼貌 一腾成却突然上前两步 一手抓住我的手腕与气鼻道 我说错了吗 你连手都洗不干净 他又转向柳如烟 这么邋遢的男人 你怎么会嫁给他 不怕他脏了你家的门楣吗 一腾成这么大吵大嚷 所有人的视线都放在我的手上 在空中离得极尽的两只手 一直是修长的毫无瑕疵的手 手腕上还带一只价值不菲的腕表 另一只枯瘦粗糙指缝发飞 没有半点事物 脸皮薄的人只怕现在就该气哭了 而我轻轻挣脱一腾成的束缚从容笑道 我是泥素师 常年和泥土颜料打交道 指缝虽然看起来脏污 但那不过是颜料的残留 一先生 如果你见识少可以不说话 一腾成大概没想到我会如此尖酸刻薄 他满脸通红呼吸急促 好像被无望指责的人是他而不是我 但柳如烟一步一步走过来 他坚定地牵住我的手 然后放在嘴边轻轻吻了一下 在一腾成崩溃的表情中 他悠悠到我老公说的对 和柳如烟朝夕相处几年 我也算了解他了 虽然语气生意 但他的眼神里明明还有联系 是联系你的白月光被我斥责吗 那你怎么不回忽他吗 柳如烟那柳如烟 你亲手栽下的那株代表 栽续前缘的树已经郁郁葱葱 可是 当他人真的回来的时候 你倒口是心非了 这些年我和柳如烟都是个诸葛的 但今天他一直跟着我回到工作室 我租下的院子不大 必曾是迷宿店面和工作室 二层用于我起居 房间没开灯 暗淡的光线从窗帘漏进来 我看不清柳如烟的脸 但我知道他的视线正在紧盯着我 他历来是这样有存在感的一个人 我们对坐在沙发上谁都没说话 直到我浅笑一声 柳如烟 谈谈吧 想离婚的话我没意见 好半天柳如烟才问 为什么离婚 你逆反我了吗 我说 我得不到的爱情 让别人得到也算一件好事 世间已经有很多残缺了 有圆满的可能就不要错过 你到月光湖开民宿 就是因为伊藤城 既然他回心转意 柳如烟忽然接话 我就该珍惜是吗 我下意识点头 但玄机想起我 哪有资格评述别人的爱情 哪怕眼前的人是我的妻子 我张了张头想肯定她的想法 但柳如烟突然笑了 昏暗的月色落在她脸上 她的神色都有几分高深莫测 我承认装饰招牌 弄这些的时候是因为她 可是我已经放下了 而且 柳如烟突然起身走到我房间深处 一把掀开覆盖着泥塑的白骨 那是一个与真人尺寸相仿的半身相 骨相优越眉目深邃 我亲手捏造的泥塑 和我亲口求婚的老婆 在这个寂静而寒冷的深夜 一同注视着我 他们的脸有气氛的相似 唯一的区别是泥塑人物不会说话 柳如烟会 柳如烟的声音无比认真 吴妍 让我替她多陪陪你 不好吗 柳如烟是什么时候发觉的 在如水夜色里我轻轻打了个寒颤 而柳如烟神色不变 我早就知道 你和我结婚是我长得像她 这三年也这么过来了 以后的三年三十年都这样过下去 也未尝不可 吴妍 你相信我 在这一瞬间 心脏有种悬浮在水面的失重感 很多年前有人也对我说过相似的话 她说吴妍 相信我 等这个任务完成我们就结婚 我相信了 可是她却死在这场任务之中事不无存 只给我留下一张被火烧去一半的纸片 我死后 你要好好生活 做好你热爱的事业 然后找别人结婚 沈又楚临终一眼里提到的三件事 我一直有在努力去做 无论多难 不知不觉见泪水已经沾满了脸 柳如烟极有耐心地用热水浸湿毛巾为我擦脸 吴妍 别哭了 我不会离开你的 大概是我哭得太伤心 柳如烟从背后轻轻还住了我 她的怀抱很温柔 可很多年前我感受到的相差无几 而我动了动轻轻伸出手 妈撒着面前泥塑冰凉坚硬的虫 就好像很多年前我常做的一样 月光将三个影子拉长交织 可我只能听到两处剧烈的心跳 在这一瞬间 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脱离原有的鬼道 而我无力挽回 滚烫的体温透过布料慢慢传来 仿佛能把被夜色清洗的凉意也一并灼热 可是活人终究是比不过死人的 我逃离式的轻轻一正 柳如烟也顺势放开我 从兜里拿出嗡嗡作响的手机 电话那边是翠田的男生 一腾成急切地说 我闻到烧壶的味道 不知道哪里着火了 柳老板 你不来我房间看看吗 民宿小楼是木质结构 万一烧起来不堪设想 下一刻 柳如烟已经跌跌撞撞跑出去 我立在原地若有所思 动静太大了 我也应该去看一看 一腾成的房门虚眼 你再多检查检查 真的有胡味 我闻见了 要不你给我换个房间吧 柳如烟面无表情 别说谎 我最讨厌你说谎 一句话就让一腾成哑口无言 一腾成仿佛有点破罐子破摔了 他突然扑上去死死缠住柳如烟的腰身 我不管我不管 柳如烟 原谅我吧 我还是爱你的 你怎么心眼这么小 还拿结婚来折磨我 你跟你老公说我死了 我也没生气啊 柳如烟目光很硬 话语更硬 放开 一腾成可怜巴巴地抬头看他 你真忘了我也没关系 我会让你再想起来的 一腾成点起脚尖稳过去 散落长发下的小巧面袍 带着让人沉沦的破碎的门 而柳如烟一把将他推开 别犯贱 我不会做对不起我丈夫的事 一腾成哀气的哭声 在寂静的夜晚无比清晰 对啊 是我犯贱 我回国这一年 给你发了几千条消息 你一条也不回 我跋山涉水不顾尊严地回来找你 你却对我视而不见 柳如烟 那个男人哪里比我好 你死也让我死个明白 柳如烟脱梗梗出的血管瞬间崩起 他死盯着一腾成 他哪里好你配知道吗 你来也来了 看也看了 麻烦你明天就离开 不要再来打扰我和他的生活 在我用更难听的话骂你之前 柳如烟的脸罩在阴影里 已经戴上三分残忍 一腾成好像终于被吓到了 他色索一下慌乱无措道 好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柳如烟你等着 我会找一个比你好一千倍一万倍的男人 你可别后悔 房门被打开了 我趁势躲进了旁边的阴影里 一腾成的哽咽一声接着一声 柳如烟脚步虚浮 却没有任何停留 只是 他走到楼梯拐角后 却摸出了把火机 淡蓝色的烟雾在夜色里徐徐散开 勾勒的他的背影越发伏击 我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将睡未睡之际 房门被轻轻打开 有人亲手亲脚走进来 知道我不喜欢烟味 柳如烟大概是在他那里洗过澡了 所以身上残留的是沐浴露的味道 他小心翼翼的在我身边蹲下 为我椰上的脚 漆黑的夜色里 我听到他略带抱怨的低语 说离婚就离婚 我这么不重要吗 一日是个大晴天 天光澄澈万里无云 暗往日的习惯 我会在院子里喝茶看书 痘痘散养的猫咪 但是今天 我坐在原地整整二十分钟 书页一夜未动 猫咪趴在溪头撒娇 我一下都没路 民宿的客人三三两两 从我身边走过 每个人都在跟我夸赞 这超级棒的天气 是啊 月光湖就是这样美好的地方 在阴郁的人到了这里 也会觉得能治愈身心 但是 游客住三五日也就腻了 能日复一日住在这里的人 都有一段不愿回首的过往 比如我 比如柳如烟 我和柳如烟 从不过问彼此的过去 我们默认 之所以在一起 不过是在这寄聊的 异域之地抱团群满 七年前 我的初恋女友沈幼楚 牺牲在边境 这件事彻底击垮了我 我抛下如日中天的事业 如行尸走肉 一般游走了很多地方 最后停在了月光湖 当地人告诉我 在爱人坟墓边种一棵树 就能保佑我们再续前缘 可是我的沈幼楚 连尸身都没有怎么立坟墓 我只能葬下她的肩杖 全当她还在陪我 后来我遇到了柳如烟 她也在做相似的事 说来也怪柳如烟 和沈幼楚的长相 只有三分相似 但那双澄澈的眼睛 却把相似度提到了七分 我承认 每每看到那双眼睛 我都会有几秒钟的恍惚 但也仅限于此 在我心里 什么人都比不上沈幼楚 直到那年冬天 突如其来的大雪断绝交通 而我和柳如烟同时染病 高热灼痛昏迷 我从未生过这么重的病 甚至有种一只脚 已经进了鬼门关的恐慌 柳如烟一世 在可怖的氛围里 柳如烟数了数 所剩无几的药苦笑着对我说 顾先生 我们别避讳了 住一个房间还能互相照应 不然一个人病死了都没人知道 活着最重要 我和柳如烟躺在民宿的家庭套房里 病到昏昏沉沉的时候 会产生自己是否还上在人间的疑惑 只有听到旁边 静在咫尺那个人的呼吸 才会安心睡去 第八天我退烧了 柳如烟却还是浑身滚烫 我翻了翻药箱 惊讶发觉药居然还有 所以柳如烟为我吃的是真正的感冒药 而她却在硬扛 她是想保护我的 就好像沈幼楚曾经做过的那样 沈幼楚叮嘱我的事情还没做完 我抬起迷蒙的泪眼 艰难地问柳如烟 你想不想跟我结婚 我没指望柳如烟答应的 这样平静地度过了三年 直到一腾成突然追了过来 柳如烟很少承诺什么 但她说出来的事就会做到 所以我要相信她不爱一腾成了吗 但是柳如烟怎么想的 跟我也没多少关系 反正离户不离我的日子 会照常过下去 我甩了了脑袋 让自己病出情绪干扰认真工作 按计划今天要打木质骨架 叮叮光光的骨架刚打好一半 工作室里来了个客人 一腾成今天穿了淡蓝色的衬衫 脸上早就没了昨日的无理取闹 而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我抬头看了眼她没打招呼 一腾成不以为意 她笑眯眯地从展示区 拿起一只巴掌大小的泥娃娃 歪头问我 这是你亲手做的吗 对 会吗 三百八十 一腾成拿出手机扫码 就在收款提示音响起之后 她手一松 泥娃娃突然坠地四分五裂 一腾成吐了吐舌头笑道 不小心手滑了 我眼神动了动 她又拿起另一只继续笑闻 这值得多少钱 大有把你这里 砸个一干二净的疯癫 我隐居在此 在雕琢自己的作品之余 也会随手捏几个小物件 放在外间寻个有缘人 办卖办送 但这不代表着 我允许自己的手座被践踏 我面沉入水慢慢起身 掩住了工作室的大门 然后从门口拎起一只木棒 一先生好像有很多问题啊 那我也不妨考考你 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吗 我袖口挽起露出一截小臂 泥素是个力气活 我只是看着兽蛋身上全是肌肉 伊藤诚方才的趾高气昂全没了 他后退两步警惕迟到 光天化日的你想干什么 我逼近一步自顾自打 这是敲石匿快的 敲人应该也趁手 伊先生 你要不要试试 伊藤诚仗红了脸骂道 你敢动我 柳如烟不会原谅你的 我耸耸肩 我们两个之间有资格说这话的 应该是我吧 我有结婚证你有吗 伊藤诚表情微妙 我是没有证 可是我有跟柳如烟青梅竹马的回忆 顾无言 你认识他四年 我认识他十四年 人一生才几年 谁又能忘掉自己第一个爱上的人了 看来占了青梅两字就是理直气壮 说真的 我有一点羡慕他 只有对生活还有热情的人 才会这样生荣活 不像我 对生活死了心永远是木气沉沉 我放下手里的木棒 慢条刺里的温 所以 你是想从我手里把我的老婆追回来了 伊藤诚挑眉一笑很有自信 我看上的东西永远都逃不开我的手掌心 我半垂着眼似笑非笑 像是纠正又像是骂人 柳如烟不是东西 伊藤诚果然恼羞成怒 不许你这么说他 我和柳如烟只是曾经走散了 但我们还是爱彼此的 顾无言 放手吧 你和柳如烟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两个人还真是有意思 一个信誓旦旦说已经放下了 另一个言之凿凿说仍然相爱 只是 为什么都要跑到我面前来说 我看起来很缺八卦的样子 我忍不住吃笑出声 好啊 那你就努力吧 如果柳如烟选择的人是你 我会跟他离婚 伊藤诚骄傲的勾起嘴角 看不出来 你人还蛮好说话的 那我就提前谢谢你 到时候不会忘了给你请一杯喜酒 不是的 我不是好说话 我是在羡慕柳如烟 他等到了你 但我永远等不到我爱的人回来 伊藤诚壮志满满的扭头就走 然而却在推开门时低呼出声 门后的柳如烟神情漠然 你怎么在这里 伊藤诚色索一下勉强笑道 我只是和顾无言聊个天而已 柳如烟却看都没看他 他静止走到我身边 弯腰一片一片捡起碎掉的民宿 然后捧着地到我面前 还能休吗 我摇了摇头 柳如烟把碎片丢进垃圾桶 然后转身去看伊藤诚 他声音低沉语调缓慢 然而这种冷漠的勇气 却比勃然大怒更让人心惊胆战 你妹妹还有你妈的赌债都是我还的吧 你爸打你也是我替你出头的吧 你哥娶妻生子前也是我出的 五年前 我出车祸断了一条土 又赶上生意亏损资金周转不灵 那么难的时候 你管我要三百万去流血 我也从牙缝里省下来也都给你了 我对你人之意尽 那时候你满口都是追求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现在又要跑过来破坏我婚姻 柳如烟每说一句 伊藤诚的脸色就白一粉 他捂着耳朵放声尖叫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从前我犯了错你都会原谅我的 再原谅一次不行吗 更何况你的丈夫又不爱你 你为什么不离婚 柳如烟飞快地瞥了我一眼 他面无表情 但语气总算有了些许起伏 他爱不爱我 我不知道吗 伊藤诚抬起下巴冷笑 他如果爱你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答应我 追到你就离婚 两个人同时看我 一人的目光是得意 另一人则是期待 我沉默着没说话 但柳如烟似乎也明白 因为不说话就是答案 他站在阴影里 人是努力在笑 但笑容里却有深切的苦涩 他爱不爱我是他自己的事 我不需要知道 如果他爱我 我为什么要离婚 如果他不爱我那我也习惯 我只要爱他就可以 至于其他人 他目光沉沉看向伊藤诚 麻烦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 此言一出 伊藤诚脸色惨白如同鬼魅 他哽咽着转身就跑 工作室里又只剩下我和柳如烟 大概是清晨的光线太过耀眼 这是我第一次发觉 柳如烟深不可见底的眼瞳里 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灼热 是我太迟钝从没发觉 原来 柳如烟对伊藤诚的不假词色 并非是于情未了 而是他居然真的放下了他 我有一瞬间的失神 柳如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口 抱歉 是我没有早点处理好 他很快就走了 不会再来打扰你 不 重点不应该是伊藤诚 我豁然抬头 注视着柳如烟的眼睛 郑重其事地说 柳如烟 你违反的不止这一点 我们应该是朋友 只能是朋友 他不应该喜欢我的 柳如烟抿唇睫毛颤了一下 你可以继续把我当朋友 我们有自己的相处方式 无需跟别人一样 我们 我和柳如烟很少被相提并论 除了在那本结婚证上面 我有些不自在地往后缩了一下 于是柳如烟的笑容缓缓收住 他轻了轻嗓子柔声说 你还没吃早饭吗 我去给你拿 我的工作室不设厨房 在柳如烟那里蹭饭 以示习以为常 但他这一举 一个多小时都没回来 我猜他是被伊藤诚缠住了 事实也差不多是这样 柳如烟的民宿里 多了三个客人 两女一男 都和他年龄相仿 再加上伊藤诚 五个人聊得热火朝天 听上去 他们曾经是朋友 其中一个女生笑道 如烟姐 我还说你这玩消失玩得挺彻底 没想到你在这建了个世外桃源 不过吧 这地方好是好 就是太偏了 你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多少钱吧 你什么时候回护士看看 你当年的电玩城发展多好 现在再开一家保管野火 你才刚三十哪能就在这退休养老 我跟你说 你从前看不上那帮小子 现在可挣大钱了 我看到柳如烟放在身侧的手 突然握紧了 这几个人 每个都是一桩光线满身潮牌 既然是朋友 想来从前的柳如烟 应该和他们差不多吧 我转身想走 但伊藤诚已经看见了我 他站起来 已热络到有些古怪的嗓音喊我 无言 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啊 方才在我的工作室里 伊藤诚还是咄咄逼人 这会儿却又笑叶如花了 他旁边的男生问 这是你朋友吗 你刚来就交上朋友了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我 而最应该出生的柳如烟 却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下意识去看自己 墨绿色的休闲长裤 和浅灰色对筋毛衣 是整洁干净的 但和动辄上万的奢牌 相比很家常 甚至可以说是寒酸 和柳如烟朝夕相对的三年 我一直是这样的衣着打扮 但他今天好像突然不合适了 在伊藤诚不怀好意的微笑中 我平静地走过去 各位好 我是旁边泥塑馆的老板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参观 我选择了一个 不会引起争议的身份 这也是我和柳如烟之前 商议好的身份 可是伊藤诚轻蔑一笑 别谦虚啊 你和柳如烟的喜酒 我还想讨一杯呢 一时间瓷器比拂 那男生似乎还处于 蒙圈状态 还一个劲拉伊藤诚的衣服 小声嘀咕 什么情况 柳如烟怎么变心了 他的声音恰到好处的 让所有人都听见了 柳如烟终于动了动 他笑着站起来握住我的手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丈夫顾无言 他是一名迷速师 我们在三年前在此地结婚 一事从简 没知会朋友是我的错 各位请见谅 说到这里他瞥了一眼伊藤诚 他神色平静 但语气却有些尖酸 伊藤诚 是我忘了 你提醒我一下 我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是不是四年前 跟你分手以后 我遇到了我的丈夫 我们一见如故相敬如宾 这对你来说很难接受吗 伊藤诚脸上轻一阵白一阵 最后是另外两个女生来打圆场 都过去了提他干什么 好聚好散还是朋友吗 看得出来 柳如烟对这几位朋友还是在意的 他抬了抬手笑道 是啊 是朋友 一笑闽恩仇骂 总算有了一团表面上的和气 众人开始通报姓名 两位女性好友 都是从前和柳如烟合伙 做过生意的朋友 坐在伊藤诚旁边的男生 他的好兄弟 他似乎对我很感兴趣 笑问 我是策展的 顾老师有什么作品吗 说不定还能合作呢 我没有跟陌生人炫耀自己才艺的爱好 便淡淡笑道 没几件拿得出手了 那您失诚哪里 没什么成绩 不好玷污老师的明星 他的表情忽然有点耐人寻味了 他翘起腿笑道 我最近在策划一个尼速作品展 是梁木月老师的 顾老师也知道他吧 他很厉害了 是谭西老师收下的第一个弟子 谭老师退营以后 他隐隐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了 除了传统的艺术造型 他还做过很多中西方文化结合的创业 下个月梁老师开展我送你一张门票 你也去参观参观学习一下 我挑了下眉毛 那就提前谢谢你了 乔真一白手 不用谢 梁老师很乐意提谢后辈的 既然说到我的职业 朋友们仿佛颇有心得 高会方才就给柳如烟借年献策 现在又凑过来问我开尼速馆一年赚多少钱 我心里多了几分不月避重就轻 没多少 开着就是打发时间 高会议拍大股 我给你出主意 你搞个电商平台再弄个直播账号 撒瓜俩早也是钱了 人总不能参丰引路吧 到时候再开个培训学校正好迈克 他说的口目横飞 而我只回答了几个字 您说的对 答得太快反而显得毫无诚意 谈话突然陷入了沉默 柳如烟笑着抓起茶壶 惠姐 渴了吧 我给各位续点水 他今天泡茶用的是一款牡丹图案的茶杯 一是六支 但有一支碎了 我没来的时候 他们人手一支刚刚好 现在我突然加入就不够了 柳如烟起身从柜子里 取了一支竹节杯放在我面前 注入的茶水是相同的 但杯情却完全不同 就好像我在他们之间也是格格不露 而且柳如烟忘了 我还没吃饭不能喝茶 我站起来告辞 我店里还有事 晚点再来招待大家 柳如烟的朋友远到而来 他自然要带他们去各处参观 按理来说 夫妻一提我也该出面招待一二 但我和他很有默契的都没提 话不投机半句多 再说老友重逢 蓄就是少不了的 有我在他们很多话题都不能聊吧 至少我就不小心听到了 一腾成和乔真聊天 好了 费用我全报销 再给我们阿珍发个大红包 你这回为了给我撑腰 可是帮了大忙 从护士到这里 最快也要花费六七个小时 想必一腾成在茶局不对以后 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乔真和朋友 好兄弟聊天自然是无所顾忌 一腾成笑道 世人都好面子 柳如烟这压就是嘴硬 我看啊 再撑一撑他 他就该回不位了 那个男人配不上他 乔真富贺 你给他请个好律师 别让那男人占便宜 这个我倒不担心 柳如烟说 他们签了婚前财产协议各不相干 法律是法律 就怕柳如烟心软 你想什么呢 他还真能对他有感情 这个男人太无趣了 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玩泥巴 不知道柳如烟是怎么忍的 也对 看着不像 他那么外放的人 爱谁就要天下皆知 当年到追你的时候 999朵玫瑰天天送 又是豪车豪宅 恨不得把整个护士的好东西都送给 所以他们才连婚礼都没办了 柳如烟那么招摇的人 会不办自己的婚礼吗 我很少去想柳如烟本来是怎样的人 我们都是被命运辜负过的人 起居于此地寻求片刻的宁静和治愈 我所见到的柳如烟 笑容甜淡安静随和 过去的三年多 他把自己锁在月光湖 仿佛世界也因此而禁止 但现在 他那两个朋友勾着他肩膀 跟他谈护士的房价 中国的经济还有世界的格局 而他也在从容应对 这是我所不知道的柳如烟的另一面 而我并不确定 他会不会把自己全部变成这一面 我坐在工作台前 不知为何有些心烦意乱 干脆起身去查看已经制作完成的作品 高速能够直观传达创作者的心境 我痛苦的时候 我的作品也是挣扎的 当我心境变为平和 作品也会变得柔和细腻 初到月光湖时 我泥塑充满了绝望孤独和自毁倾向 但是最近的几件创作已经归为宁静 所以 在我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时候 我的心境变了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 我上在沉思 房门被敲响 灯光洒在柳如烟眉眼上显得越发柔和 他仿佛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无言 你别多想 他们都是以前我年轻时交的一些生意厂商的朋友 三教九流什么都有 再说了 护士那个地方 大家都想着赚钱 你不喜欢也没关系 他们过两天就回去了 说到一半 柳如烟的手机响起来 他看了一眼有点犹豫 老三说要去周边玩 来回五百公里包车需要两天时间 无言 我可以去吗 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 大老远来一趟总要到处走走 月光湖又变了 朋友们便提出要去稍远一些的地方 这也合理 但是这样一来 柳如烟势必会在外面住一天 如果是从前我根本不会管 我和柳如烟各不相扰 但是现在 因为伊藤城的到来 有什么东西在发生变化 心底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催促我做点什么 他说 柳如烟说他喜欢你 如果你要求他留下 他不会拒绝的 另一个声音在反驳 我选柳如烟结婚 不过是因为他恰好出现在这里 我和他之间只有陪伴 根本就没有爱情 柳如烟带着朋友们走了 偌大的院子突然空旷下来 很快 我刷到一条朋友圈 是张合影 五个人在景点拍照留念 伊藤城和柳如烟贴得很近 他整个人几乎都歪在柳如烟身上 文案也是极为缠绵 重逢的瞬间仿佛时间静止 而我们的目光里仍然只有彼此 这种把戏就很差 我想了想 给柳如烟发消息 玩得开心吗 还行 拍照了 给我看看 柳如烟发过来几张合影 照片上的五个人都站得很近 是平均的即没任何区别 我丢下手机漫无目的在院子里转圈 伊藤城在挑衅 我可以回应他也可以无视他 这取决于我想达到的目的 但麻烦就在于 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目的 伊藤城出来乍到的时候 我可以毫无心结地注视着他追求柳如烟 因为我早有迷期 柳如烟不是我的 总有一日他会离开我 但现在他说 他不会离开我 而且他看起来很真诚 我原本以为柳如烟没那么需要我 我也没那么需要他 但因为他那句话 所有的逻辑都被打乱了 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我把伊藤城的朋友圈截图发给柳如烟 你存的图片不全我给你发一张 柳如烟秒回 拍照的时候他挽了一下脚撞到我身上 可能那时候被抓拍了 我也秒回 那好好玩吧 其实我想说的是 伊藤城一记不成一定会再生一记 柳如烟你得招架住啊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 三个小时后柳如烟居然回来了 是自己回来的 我惊讶不已 你朋友呢 柳如烟一边卸下背包一边解释 他们继续玩 我在第一个景点下来 自己打车回来的 为什么提前回来 他瞥我一眼 好像很随意的就那么一说 因为你吃错了 我心神一动脱口而出 谁说的 猝不及防的 我对上了柳如烟的目光 琥珀色的双瞳里 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温柔 他笑问 那你发照片做什么 心间突然升起一丝滚烫 我白他一眼转身想走 柳如烟却一把攥住我的手 他说 答应我 不要让他影响到我们 好吗 他靠得很近 近到我能感知到他身上的气息 手上的那本书被我揉出一丝褶皱 我下意识地偏了下头 躲避了柳如烟的目光 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答应得这么快 大概是因为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 我真的很喜欢住在月光湖 我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被打乱 一天后 柳如烟的朋友们回来了 也不晓得柳如烟是怎么处理的 对于这次临阵脱逃 众人绝口不提 连一腾城都非常淡定 没在作妖 朋友们走的时候 柳如烟亲自去送 我听到其中最年长那位名叫齐悦的朋友对他说 我瞧着他不像一般的男人 好好珍惜他 别辜负了这段姻缘 要我说 你们在这自由自在也挺好 在高会揽着柳如烟 大谈特谈如何赚钱的时候 齐悦并没有说话 柳如烟满口答应 那是自然 从前缺失的 我都会一样一样地不给他 他的语气是自信的 但是齐悦却微微醋眉 好像很不满柳如烟的回答 甚至连我都有三分诧异 从前缺失的是指什么 柳如烟并不欠我什么 院子里重新归为安静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 我和柳如烟的世界里很少有外人 我们都满足于只有彼此作伴的与世无争 但柳如烟很明显心不在焉了 他打电话的时间越来越长 发呆的时候眼神也是心事重重 某一日 我在他的手机上看到了一个微信分身 消息是99家 最近的聊天对象是高会 那个热衷于帮我们规划如何赚钱的朋友 他说 如烟姐 这个项目真的赚钱 你回来看看吧 我等你 我微微出神 到月光湖以后 柳如烟没再登陆过从前的任何社交账号 那时候他说要跟过去断绝来往 可是他失言了 半个月后 乔真给我寄来了梁木月的泥塑展门票 收到门票那天柳如烟问我 我下周去护士 你要一起吗 有个朋友结婚我去随理 还有其他几件事要办 你也可以去散散心 然后去看展 柳如烟的琥珀色同眸里有一点跃跃欲试 在我没有完全下定决心的时候 他已买好机票又订了酒店 他说你放心 是两间房 我眉梢未咒 我已经七年没有回去过了 回去看看我和沈幼楚 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也好 在护士的这几天 我和柳如烟几乎见不着面 他忙什么我不管 反正我也没有闲着 我在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四处游走 曾经生活过的旧街区已经被改造 我熟视的人也都走了七七八八 务视人非难免如此 这天回宾馆时 我在房间里看到了十几只手提袋 一眼看上去就很高档的西装 做工精巧的皮鞋 还有万表领带搭配齐全 估算价值以后 我打给柳如烟 为什么送我这些 电话那边似乎是在夜店 嘈杂的背景音下有男女的调笑 柳如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但仍然带着笑语 是我亲自选的 你试试合不合身 我皱眉到 我不会穿的 你明明知道我用不到 我穿衣打扮都只求舒适 柳如烟不可能不知道 柳如烟顿了下 语气也变为民众 明天不是那位梁老师的展览了 你跟乔真也许会碰上 再说 你看展的时候 如果遇到同行 也可以多多交流 我雕士的 是我手里的泥塑 而非我自己 即便我要与同行交流 也只会谈技法创作 而非看着装外表 至于打扮的亮丽光鲜 给乔真留个好印象 他似乎还没有那么大的脸 我坚定地摇头 退了吧 谢谢 这一回 柳如烟的沉默久了一些 但他还是说 好 电话挂断了 说不出来为什么我有点不安 仿佛是触手可及的东西 再渐渐远离我 柳如烟曾经告诫 伊藤城不要来打搅我们的生活 但他还是打扰了 他带来了浮华和躁动 他也激起了柳如烟的胜负之心 明日是梁木月的手展 我把乔真送的票地上去 然而检票员却说 您这是无效票 我张的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乔真确实是位好朋友 什么时候都不忘两位插道 我自掏腰包买了门票 但在入场的时候 刻意拿口罩遮去了大半的容貌 展览看完我正准备回宾馆 忽然收到了柳如烟的消息 他发来一个地址让我现在过去 用地图检索 这里是一间法师餐厅 我问做什么 他说你来了就知道 餐厅装潢古典雅致 华丽的水晶灯下 现场演奏的萨克斯婉转悠扬 成百上千的蓝紫色绣球花 插在漂亮的器皿里 绘成一片绚丽梦幻的海 我并不知道柳如烟为什么要我来这里 但当我看到西装革履的柳如烟时 我几乎立刻明白他的用意 他一袭白裙盛装出场 目光流连在我身上 眼神真诚且热气 柳如烟手里的红丝绒盒子里 静静躺着一枚钻戒 碎金色灯光下 钻石流光一彩璀璨夺目 柳如烟一字一顿 无言 我们结婚吧 好不好 在这一刹那 我突然明白柳如烟说的那句 缺失的不给他 我们虽然结婚了 但他觉得欠我一个求婚 可是 我们分明只是七月结婚的关系 我正正的凝视着柳如烟的脸 好像在透过他看另一个人 那个人比他更冷意 更深沉更木嫩 他不太懂浪漫 很多时候都需要我告诉他 该如何去做 那时候沈幼楚说 等这个任务完成我们就结婚 我心里欢喜 嘴上却说那你要策划一个很棒的一手 餐厅要好吃 要有我喜欢的鲜花 不能糊弄我 否则我真会不答应你 后来 听闻他死讯 我满脑子都是沈幼楚 只要你平安回来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可是我再也等不到他了 也不会再有人能打动我 除了这个在绝望无助之中 在身心脆弱之际 阴差阳错成为我老婆的 与沈幼楚有几分相似的柳如烟 心脏在一寸一寸沦陷 不知不觉间我已是泪流满面 我下意识地伸出手 去接柳如烟手里的戒指 就在我差一点出道锦盒的时候 耳畔传来咔嚓一声脆响 是快门的声音 我忽然回头 我的声音已经颤抖 谁准你们拍我了 摄影师懵懵懂懂地指着柳如烟 是如烟姐请我们来录像拍照 我咬牙道 删掉 不准拍 柳如烟仿佛很意外我会生气 她赶快上来搂我的间 好 不拍了 我只是想留个纪念而已 我没想到你不喜欢 短短几句话我已经清醒过来 我后退几步避开她的触碰 把你的戒指收起来 我不要 柳如烟脸上神色变换 但她最终还是笑道 好 我收起来 戒指不要 饭总要吃的 对不对 就当是我惹你不高兴地赔罪 柳如烟包下了整间餐厅来向我求婚 我眉头紧皱艰难地说 柳如烟 你不要这样 她恍若未闻 只扶着我坐下 佳肴一道一道地上来 我却根本没有半点品尝的心思 明明过去三年的相处平淡如水 但柳如烟却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卯足了劲要讨得我欢心 彻底激怒我了 是柳如烟说 明天我带你去见一位朋友 她是古董商间收藏家 也在筹划开设藏品博物馆 我把你的几件作品拿给她看过 她说非常独特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试图让自己平静不要发火 柳如烟 我工作室里的作品 你为什么要拍照 然而对我的愤怒柳如烟一无损致 她只是真诚地说 你不爱社交我来帮你营销 无言 你满身的才华 如果埋没在那个小村庄 岂不可惜 既然有人看好你的作品 那我们就抓住机会 也许你成名的机会就在眼前 她一边说一边 又递给我几个护士铺面的广告彩影 铺子我也看好了几个 每一个都很宽敞舒适 比你在月光湖的工作室要强百倍 我出租金你不要有负担 到时候 我会在你的工作室旁边布置我的生意 然后在附近买一个称心如意的房子 灯光下的柳如烟眉眼依旧熟悉 可她的神情却充满狂热 甚至于可以说是贪婪 我认识的柳如烟 会在种下之夜 躺在客栈的院子里看流星云露 在出雪降临的早晨堆一排雪 在村子里赛养的猫咪 来讨试十分她一口肉羹 那时候她笑容温和 她说 愿由世界喧闹于我何干 可是现在 她自己却要追逐那一片喧闹了 我沉着脸问柳如烟 你还有什么打算 柳如烟犹豫了一下选择如实回答 我想让你为我挑选婚纱找酒店 然后我们一起补一个盛大的婚礼 无言 我爱你 我想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 我咬着下唇只觉好笑 伊藤城和乔真的对话又浮现在脑海 柳如烟那么外放的人 爱谁就要天下皆知 他那么招摇的人 并会大半特办自己的婚礼 心里有一丝怅然 更多的是无奈 怅然是因为 柳如烟比我想象的更爱我 无奈是因为 我也并非如自己想象的那般 对她毫无留恋 哪怕是在她做了触目我的事情以后 我也忍不住要提示她 该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如果她的变化可以就此终止 我也许会选择淡忘这段差距 我深吸口气正重道 柳如烟 不要这样 我不喜欢这样 柳如烟问得毫不犹豫 那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我定定地看她几秒钟 然后挪开视线 我对于世俗定义的成功 没有半点兴趣 我只想保持现在的状态 仅此而已 柳如烟的脸色黯然 半赏她微微笑起来 不喜欢 是不喜欢我帮你规划事业 还是不喜欢我向你求婚 或许都不是吧 因为你根本不喜欢我 当然这也正常 毕竟是我们说好了 但我以为 你至少有和我试一试的勇气 无言 假如我也死了 你才会爱上我吗 她越说越离谱 我忍不住出声 柳如烟 柳如烟神色变换 仿佛蕴含着极大的委屈 但她最终还是妥协 好 我不做这些了 你想继续留在月光湖 我没意见 但是无言 三年了 我已经爱上了你 你准备什么时候爱上我 我心中陡然生起无力之感 为什么要变化 为什么要规划我的生活 为什么要逼我做出回应 她爱上我 我就必须也爱上她吗 天底下哪有这么霸道的事 可是 也许这才是柳如烟的本质 她在千疮百孔的时候 遇到了落寞厌世的我 我们彼此相伴取暖 可是当她被治愈以后 她又变回了原本的模样 自傲强势 野心勃勃 争名逐利 她需要一个与她匹配的 同样充满欲念的爱 过去的我勉强可以算是 但现在的我绝对不是 伊藤诚说 我和她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居然是对的 曾经那种空洞无助的感觉 再度洗来 音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停洗了 我捂着心口苦笑 哪怕是与沈又楚 如此相似的柳如烟 也不是我的治愈 我缓了缓情绪 压下眼底的泪意慢慢说 我们都冷静一下吧 在我开始讨厌你之前 这是一场失败的求婚 一日 我回到了月光湖 而柳如烟留在了护士 日子缓慢且单调地过下去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 进来泥塑馆的生意还不错 前几年 我读完小说后 随手捏得一个赛博朋克城市的泥塑 居然卖了三千 按理说这种作品很小众 而且寂寂无名的作者 很少卖出这么高的价 但顾客很热情 一个劲夸我有大势风范 我原本以为自己遇到了天使顾客 但三天后 这位顾客在点评平台发提 家人们谁懂啊 我是什么绝世大渊种吧 本来以为是独立设计师 结果买到了抄袭货 就这还要三千多 已向工商投诉 自自无耻 我忍无可忍地回复 抄袭是很严重的指控 麻达您说清楚我抄了谁 对方说 当然是梁沐月大师 他七年前卖掉的一件作品 跟他非常类似 到此刻为止 我还是保持了理智分析的心态 高楼广告牌 乔梁管道 这些都是常见的赛博朋克元素 第二 就我所知 梁沐月的老师谭希 在十年前就创作过类似的题材 第三 因为是常见元素 所以谭希之前也有类似的创意 然而我有条有理的论述 被转到了其他平台 贴主把我的评论截图 然后发文 那也不能因此就说你没抄袭 雕塑毕竟是冷门圈子 评论区不是很热闹 但三三两两 都是创作风格这么相似 怎么可能没抄 刚出道的新人就敢碰刺梁沐月 也不颠颠自己的精良 这种人要被行业封杀 IP一致 可难不怀疑背后是有人操控评论 而近来跟我有恩怨的 也只有一腾成和乔真了 但我万万想不到 他们的手段居然如此歹毒 抹杀一位出出茅庐的泥塑师 就能弥补他们痛失爱情的苦闷吗 只可惜 更难听的骂声我也听惯了 懒得回应 我直接在点评平台上注销店铺 我隐居到月光湖是为了清静 如果世界上每一个无知萧小 都对我大放厥词并且要求我回应 那我还有什么亲近 我在工作室诱住了五六日 突然接到柳如烟的电话 请我去护士 说是他人在医院 需要我本人亲笔签字 我信以为真 然而等我到了护士 他却把我带到了一间私人会所 这里装潢精致典雅 想必是要见客的架势 柳如烟的神情也比从前凝重 我问柳如烟 你想让我见什么人 他错愕 仿佛很意外我能看出来 当下宁眉柔声哄我 我托乔真引荐 请梁木月老师到这里用餐 我惊讶一瞬 但很快明白过来 柳如烟已经知道了那场 我抄袭梁木月的网络闹剧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猜出 乔真才是背后的推手 但我知道他并没有选择相信我 我冷漠地后退一步 见了梁木月然后呢 柳如烟担忧地说 你不善言辞 道歉的事情可以由我来 我脸色发沉声音拔高 为什么要道歉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你为什么要我道歉 抄袭是多么严重的指控 你不知道吗 我不予理会 你却硬拉着我往上贴 我转身想走 而柳如烟长叹一声挡住了我的路 别任性 我问过乔真 这种骂名一旦背上一辈子都洗不清 你总不能永远住在月光湖吧 等你以后有了名气 会有很多人拿它来指尊 所以我会帮你把这件事圆过去 我盯着柳如烟交集的眉眼不由冷笑 她字字句句听起来都是为我着想 可是我的心意 恰恰是她最后考虑的那一遍 我看着柳如烟表情复杂 我为什么不能一辈子住在月光 可是柳如烟却沉声反驳 不行 我们不能一辈子住在回忆里 我已经在往前看了 顾如烟 你也要 她的往前看 就是帮回护士投入社交 就是帮我铺平职业道路 她已经把那个古朴的小院抛在脑后 也把我和她朝夕相处的岁月抛在脑后 那是她人生中的低谱 她度过了那段低沉的岁月之后 就会后继勃发青云直上 那是她给自己规划的鸿土 所以她不允许她的丈夫有任何名声的瑕疵 被泼脏水的受害者心里在想什么 她怎么会在意呢 我面无表情 但毛子里的含义却一分冷似一分 如果你坚持要我见梁木月 我可以答应 但是见完她 你需要做一件事 你说离婚 柳如烟将注了 好半天她长劫垂下眼尾 隐隐有泪意 你在逼我 你不想见梁木月 所以拿离婚来要挟 我冷笑一声 你想这么理解也可以 你的朋友既是始作俑者 也在推波助澜 不过 那种网络上的无稽之谈 根本伤不了我分毫 你原本可以置身事外 但你非要插手 凭借乔真一个半瓶子醋 三言两语的指控 你就千里迢迢 把我找来向梁木月道歉 柳如烟 你为什么不信我 在你心里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可以允许柳如烟爱我 也试图得到我的爱 但她必须用我能接受的方式 尊重我相信 我是她要做的第一件事 柳如烟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现在放弃你的自以为是 我们还有一线生机 可是她说 吴烟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当然知道 你不在乎那些身外之民 但是我也是为你好 那就无能为力了 我给自己设下的条条框框 连我自己都不能轻易修改 我笑了笑 把伊藤成和乔真叫过来了 匿名从我店子里买雕塑的功夫 不能白费 柳如烟的眼神骤然变老 但她终究是答应了 半小时后 乔真和伊藤成抵达会所 乔真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 伊藤成则更直白 开开心心地调侃我 顾先生你也太任性了 如烟跑前跑后 替你周旋收拾烂摊子 你怎么不领情呢 我抬了抬眼皮淡淡回应 我没必要领他的情 伊藤成笑意更深 我忍无可忍 毕竟一步居高临下地问他 给我惹麻烦你有什么好处 伊藤成名字一笑 用只有我才听得到的声音说 我乐意 我垂下眼连目光也变得冰冷 是吗 那这出戏你一定要看下去 看到曲中人散为止 伊藤成还想说什么 柳如烟已经打断了他 梁老师到了 包厢门打开众人都迎上去 我落在最后 梁木月人如其名 一身青莲子的旗袍 趁着他气质出尘 他笑盈盈地跟乔真打招呼 又和第一次见面的柳如烟 伊藤成问好 直到他看清了 站在角落里的我 公式化的笑容 在看到我时瞬间消丧无踪 他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 老师 我向他轻轻点头 好久不见 乔真还处在迷糊状态 在旁介绍 梁老师 这是顾无言 然而梁木月擦着他的肩膀 三两步跑过来热情地拉我的手 老师 这几年你跑去哪了 真是一点消息都没漏啊 乔真懵了 梁老师 你们早就认识吗 他给伊藤成使了个糟糕的眼神 我如何读不懂 如果我与梁木月早就认识 那他一手策划的碰瓷就成了闹剧 但让乔真措手不及地何止这一件 梁木月热络道 何止认识 他是我的恩师谭西 乔先生身为圈内人 不会没听过吧 那可不应该 人人皆知梁木月二十岁 就拿下了《非生钟爱》的奖项 是天资卓绝的艺术家 但栽培梁木月拿起一束刀的人谭西 比他的天分和成就更高 哪怕退隐七年 坊间仍然流传着关于他的家话 伊藤成的脸都扭曲了 梁老师你认错人了吧 他姓顾叫吴炎 他一个没名气的新人 怎么可能是谭西 梁木月哭笑不得 谭西是化名 顾吴炎是本名 外人不知道 我不可能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谭西公开露面的照片明明不是她 被连番反驳梁木月已经有了点脾气 她冷淡地瞥了一眼惊慌失措的两个人 眼眸里划过一丝痛楚 因为女朋友是特殊职业的关系 谭西很注重隐私 她很少公开露面 实在需要出面的时候 她会故人代替 柳如烟亮呛两步不敢置信地回头看我 打从梁木月喊出我名字 她就僵住了 她嘴角微微抽搐 似乎想说什么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轻轻汗手 现在不需要保密了 因为七年前 她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 梁木月正主 她抓着我的手已经在微微颤抖 所以七年前你突然销声匿迹 是因为女朋友去世 时隔太久 从前那十股弯心一样的疼痛 现在已经化成轻微的顿痛 我定了下心神 在众人或惊惑怕的神情中 把两件作品的照片放在梁木月面前 木月 我隐姓埋名很多年 直到突然被乔先生指控说 我作为顾无言的某件作品抄袭了 所以我不得不亲自来邓清 房间里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我甚至能听到乔真粗重的呼吸 梁木月皱眉瞪了一眼乔真 谭老师 你别生气 我会跟乔真的上集说一下这件事 保证让他长教训 乔真挖的一声哭出来 谭老师 梁老师 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之处您多多包涵 事业刚起步没多久 就一下子得罪了两位前辈 乔真的眼泪掉得汹涌 而我不为所动 乔先生 你指责我的时候有理有据的 怎么现在反而打起感情牌了 我们都读过书 就按读过书的人的法子败事 我会找律师起诉你诽谤 希望你做好准备 乔真仗红了脸 拼命向我弯腰鞠躬 怪我一世鬼迷心跳 只想着替一腾成出气 没想到后果 我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乔真仿佛明白了什么 他急切地把一腾成推到我面前 谭老师 你不能怪我 主意是一腾成出的 他嫉妒你得到了柳如烟的心 所以才让我报复的 有什么怨气你冲他发呀 起诉也不能只诉我一个 到此刻为止 一腾成好像还不能完全接受 被他贬低过的人惹不起这个事实 他应该是想求饶了 因为他的好友 在行业内的前途能否保 全都在我的一念之间 可是他素来傲气 怎么会舍得下脸面 他壮如筛康求救一般的目光 投向了柳如烟 而后者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他面色沉郁 眼底的悔恨和怅然一览无语 我用口型说 离婚 在这一瞬间 柳如烟脸上血色进退 他仍然选择了前者 选择是他自己做的 他要承担后果 我和柳如烟去领离婚证的那天 恰好是我们结婚的三周年 全程无话 工作人员存了调解的心 但无论怎么说 我都是一句感情破裂 于是离婚冷静期正式开始 那天 我也终止了月光湖的租约 隐居月光湖的五年里 我创作了一百多件作品 他们一件一件被搬出库房 运到展览馆 卡车驶离之后 工作室空空落落 我在月光湖生活过的 所有痕迹全部被谋杀 柳如烟静静看着我神色灰暗 他低声问 所以 你真的很爱他是不是 我没有回答 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越爱沈幼楚就越恨我自己 当年 沈幼楚做那件 极为危险的任务之前 有三天的假期 他想让我陪他当我拒绝了 那是我声名确起的第三年 我接到了一笔鸡丹 一位富商出价2000万 向我订购一件大型雕塑 作为公司成立的纪念 我推掉了所有的行程 昼夜不停地做雕塑 那三天我几乎没怎么搭理沈幼楚 直到分别是我才后知后觉地缠着他 让他轻轻我 沈幼楚宠密地搂着我笑 好了 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可是 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在听闻沈幼楚死讯的那天 我收到了尾款 多可笑啊 当时怎么会觉得这笔钱很值呢 我愿意花10个2000万 换沈幼楚 活着陪我的那三天 悔恨自责愧就击垮了我 我用酒精麻痹神经 甚至在深夜 拿着泥塑的小刀 划向自己的手腕 我背就以后 圈子里流言四起 不少人捏造了 谭西因爱诚痴的谣言 借此来打击我 贬低我的名声 抢夺我的资源 落井下是不过如此 我痛恨作为谭西的自己 干脆抛下一切隐性埋名 寄情山水 后来 我停在了月光湖 我又拿起了刀 忘掉了技法不限于风格 愿意发挥无计可循 我只想发泄 自己心中汹涌的悔恨和委屈 我诉了诡诀可怖的神怪 被魔鬼诱惑的少女 怪物盘踞的深海 以及正在融化的末日炼狱 据说 疯狂是神的恩赐 据说 天才和疯子只有一步之遥 在彻底陷入痛苦深渊之前 我遇到了柳如烟 她有一双与沈又楚 类似的饥可乱真的眼睛 而她说她很孤独 那个时候 我听到自己心里 有个声音在叹气 她说 顾无言 你不能孤独太久 跟她交的朋友也好 你看 她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 就是在这样的驱使下 我上前拍了拍柳如烟的肩膀 此时此刻 这双眼睛的主人 祈求一般地看着我 无言 我不奢求你爱我 可你当真就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 我勾起一抹淡淡嘲讽的笑容 那棵再续前人的树 我已经栽过无数棵 每一棵都长得极好 可是我思念的那个人 却一次都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不是没想过原因 或许是因为柳如烟吧 也许在冥冥之中 神又楚想让我开启新的人生 但最终事与愿违 我注视着柳如烟平静地承认 我差一点就爱上你了 可惜 在我对自己的生活有安排的时候 你自作主张 在你的朋友胡搅蛮缠的时候 你摇摆不定 在我被质疑的时候 你不尊重我的选择 甚至 在我给你机会改变你的武断鲁莽的时候 你依然是我行我素 柳如烟毛子里的光芒一点点暗戴下去 他似是辩解似是恳求 无言 对不起 可是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 我消沉了四年浪费了四年 曾经我看不起的人 已经得到了远胜于我的财富和地位 我必须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 我也必须做点什么来证明 我爱你 昂贵的礼物 漂亮的房子 定制的婚礼 召告天下的宠明 柳如烟自以为拿出了全部的诚意 可是 他连最起码的信任都做不到 因为他打骨子里 轻视那个散漫不羁的柳如烟 也看不上那个陪在他身边 一起消磨时光的不无言 可是 被他摒弃的颓废岁月 恰是我最珍惜的治愈时光 他无法舍弃的钱财和名望 恰是我最厌弃的身外之物 柳如烟想往高处走 可我曾经到过高处 那里的风景未见得美丽几分 三年相邪到此为止 我们的路上都不会有彼此了 人生之路无言无期 孤独是常态 陪伴是奢求 我选的路 一个人走下去也没什么不可以 三个月后 比乔真优秀一百倍的策展 是为我安排了个展 我给工作人员打电话 叮嘱他们务必把门票寄给乔真 可是对方查了很久才说 乔先生已经改行 目前也离开了护士 我说这样啊 那跟他合租的伊藤城先生 对方过了更久才答复 门票送到了 可是伊先生仿佛很害怕的样子 根本不敢开门 大概是被前几日送船票的人吓到了 不过是通过他的好友 拿到了他诽谤我的证据 怎么就吓破胆子了呢 我笑了笑没再为难他 展会大获成功 我把全部收入都捐给了 牺牲军人的家属 再一次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是他又回到了月光湖 民宿依然开着 换了装修 换了招牌 这次柳如烟是打定主意 要永远留在那里 而且他把我那间空置的工作室 也租下来了 但只是空着什么都没有 听说有住宿的客人问他 工作室是谁的 他笑着赶走溪上的猫 给客人珍一杯茶水 是我前夫的 他很好 我很爱他 可是怪我不懂事 把他永远的弄丢了 又几个月以后 我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偏僻的村子里 租下了一间民宅 工作室陆续装修完毕 我在离家最近的山丘 埋下沈幼楚的尖章 又在旁边撒下一把种子 我很喜欢那个 在序前缘的传说 反正是传说 那就姑且听之姑且信之 等到树木长成 我可以坐在树下 俯瞰人间烟火 静待云卷云书 说不定这一次 我所爱之人的魂魄 可以不远万里 入我梦来